大老师,今天巨多人问我股市了 女性观众和学生党占了一大半 你们也是能耐了 正好和李老师也聊到了 那今儿就上头加更一期 以投行和财经博主的双重视角 聊两分钟的境内股权资本市场 吹吹水水,顺便给你们下下头 最近A股频上热搜 一边是捷报频传的媒体报道 诱惑你赶紧跑步如是 另一边是危言耸听的专家和李中克 让你远离股市 两边说得好像都挺有道理 我到底听谁的 既然这两边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那就以我为准 那些天天晒盈利晒战绩 窜着你开户入市的 说得天花乱坠 到最后标准结尾 买课买培训买密集买消息 保你乘风破浪 天天风涨停 这种套路大家已经门清了 韭菜都表示0202就别硬骗了 有被冒犯到 而另一边才是真的鸡贼 话术包括水太深不方便讲 散户都是韭菜炒股就是给人送钱 然后意味深长来一句风险提示 别多问 问就是没人比我更懂股市 川普他妈直呼内行 这些人我管他们叫风险表 天天把风险挂在嘴边 站在高点批判推票的人 你听了他们的结果踏空了 反正没有失意损失 很少有人开喷 但行情要是真急转直下了 韭菜们还都感恩戴德 觉得风险表救了自己一手 反观推票的铁憨憨 有人听了赔得七婚八素 问候全家都是小事 要求赔钱甚至砍人的也不是没有 说白了 这两种说法对财经博入来说 风险收益性价比 极不对等 只强调入市风险 是很鸡贼的做法 既没看多也没看空 真要崩了还有人谢你 性价比拉满 风险提示是重要 但一味的给人拔草 不具备建设性价值 我以前在投行的时候 也因为受到各种制约 又因为项目上合理强制度 只能提示风险 不看多也不看空 被迫风险表 道德高地占的一个六 但我自己清楚 完全没必要对入市有天然的偏见 但另一边也有乱预测瞎有其的 有人就开始阴阳 听各大house的首席也就图个乐 真预测还是得看营销号 道反映出确实没人当了预言家 对于有闲钱又手痒的 看别人整活不如自己试试 拿钱亲力功行再下结论 绝不加杠杆 大不了闲钱赔了 南墙撞了 赛翁失晚也未可知 付诸实践这一步 对你孵化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方法论 有重要意义 但你也有点觉悟 一旦投进去 就当这些闲钱全丢了 我的具体建议是 对于你们这些普通韭菜来说 入市之后别天天瞎逼操作 放着别动就行 隔三差五吃点行业红利 或者大盘红利就完事了 尤其别信那些消息人士和各种内幕 真内幕是不可能传到你耳朵里了 第二点就说说内幕交易 现在菜市场大妈都敢说自己有内幕消息 那真内幕到底什么样 市场阶级分布从我的视角来看 就是信息阶层分布 信息高阶层就是内幕交易的高发地 你说为什么要限制投行从业人员 二级市场股票交易 为什么我们会有隔离墙制度 说白了就是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 不能利用项目信息提前买卖股票 更不能和研究部门或者交易部门通身份 举个例子 之前在一个项目上 辅导某商人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这个消息还没披露 是个重大利好 我不能自己埋伏好 或者跟trading floor关键好的人通用一波 这都算老手仓 或者我之前还有一些项目 引入重大战略投资者 市场上都看好 但是我最近一次汇报 发现这个战头管理层将发生洗牌 新领导对于对外投资非常抵触 项目大概率要黄 这个消息等于重大利空 这些消息就是内幕消息 用这些消息盈利就是犯法行为 而我当时这种还属于消息阶层的中层 在某次重大项目中 真正的消息高阶层 一是项目中参与主体实际控制人及一家属 二是合影大股东董坚高及一家属 三是项目中买方卖方 涉及核心交易设计的金融机构核心成员 四是服务于项目的审计律师等机构核心经办人 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设计和监管部门 对于信息高阶层的限制力度和监控力度 比你们想象的要高得多 真正信息高阶层的人并不如你们想那样 没几个人愿意担任自毁前程的风险搞事 当然也有例外 不过利用内幕消息还真不一定能盈利 有好多利用内幕翻车的 你们直接搜内幕交易处罚 巨多特斗的案例 我记得那会儿参加内幕交易警示教育展 当时跟看估计会似的 以后可以做个视频讲讲 现在市场上充斥一堆卖消息的 或者标榜自己是消息人士的 别理啊就行了 我们那会儿作为通向分析师 能接触到都已经是二手消息了 更别说市场那些野生半调子消息人士了 重点你们别天真的真以为 自己能接触到一手消息 那些看起来是内幕的消息 很多都是故意放出来的 但还是有一大堆人信 就硬要上钩 你们也不想想 真正利益攸关的信息 你呀是他儿子还是他孙子 人家能冒着自毁 虔诚的风险告诉你 卖信息和卖超过客也是一个道理 如果真有个天才教育员 自己一套算法百战百胜 他凭什么不把杠杆拉满 自己在市场上闷声发大财 还要赚你这点课程费 韭菜自己心里还得有点逼数 我记得小时候大人们老聊 做庄什么的 现在各方联合收割散户的玩法 已经升级好一侧 我也亲眼所见身边大佬参与其中 而且是在圈里有头有脸的人 我这儿不挡人家财路啊 总之 韭菜们要清醒的知道自己在最底层 从各种奇怪路径得到的内幕消息 很有可能就是新玩法里面的钩子 收割套路日新月异 别觉得自己真能拿到内幕 也别以身试法 更真实的是 很多普通人那点钱 连韭菜都算不上 就别跟人凑热闹 下面再说说借钱炒股的悲剧和杠杆本身 还记得几年前有个散户 170万本金四倍融资 杠杆拉满 全舱中隔中车 两天全部赔光 跳楼自杀 中车变零车 我反对入市偏见 但是我对杠杆极其排斥 因为我看到的悲剧 全是祸起杠杆 我刚毕业入行那年 正巧牛市启动 我们在一次乐会上 某大老板讲话 大概意思就是 并不是每个人的生命中 都能遇到这种大牛市的 觉得我们就是被选中的孩子 是天选之子 是绝版独苗 的珠子问 一级市场业务也确实水涨船高 但到了第二年股灾 股市一泻千里 一级市场让各投行 拍不断被当头一棒 这其实不是最惨的 被限制参与交易的 我们没能体会 二级市场最惨的一波 我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佩兹真的放大人性 跳楼的全部都是玩命加杠杆的 每天都有佩兹爆仓 家破人亡的悲剧 我记得当时我们小群里 天天都有各种消息 谁谁失联了 哪让跳楼了 所以就觉得这世界 特别赛博朋克 所以说每个中国 能走出来的大游资 都是踩着失衡遍野 活下来的古王 这些人可能比我们 这种学院派 更看破红尘 更懂市场和人性 肯定有人就说了 你刚才不是反对偏见吗 现在又开始为言耸听了 那加杠杆的普通人 就没有赌赢的吗 当然有 不说我身边圈内的人 说我圈外的 当时我为教育当公司 年会主任人 我们去租主持服的店铺老板 在投行券商有些关系 自己也弄些有的没 但在二级市场折腾 第二年我们再去 同一个地方租衣服 发现老板把店转手了 微信上一问 老板说因为炒股给卖了 我以为是那一波 赔惨了才卖的 没有的 人家说借钱博利吧 赚了不少 去其他城市买房了 平时收拾房租 做点小投资不香吗 所以股市本质上还是赌 是有可能赌赢 但是加杠杆赌 得这么看 在不加杠杆的基础上 小赌一情 你们也有点觉悟 预期管理 是有可能单车变摩托 只是一旦杠杆拉满 你就没法认输了 如果命运没有站在你这边 你就是被人踩着上位的 遍野横尸 就像开头说的那个散户 他自杀前在网上发帖说 自己愿赌服输 都怪自己贪心 本想给家人一个安逸的生活 谁想输掉的所有 别了家人 虽然死者为大 但我觉得挺扯淡 一旦杠杆拉满赌错了 其实就没有退路 有的时候退路不是给自己留的 也是给你家人 和所有爱你的人留的 他如果针对家人负责 反而不该挣不上杠杆 这期是我心血来潮随便聊聊 但我说再多 还是会有一大群人 用尽精力时间方法 把杠杆拉满 OIN股市 因为在利益面前 资本永不眠 下一见